各位观众, 你们好, 我是李文汉 很多网友看过我的卫食街和夜市的介绍 都很满意 有些观众还说多得我的介绍 让他们记起,很久没有干顾过那些小贩当 也有些观众说,现在的小贩价钱都起得很厉害 特别是在夜市和卫食街 有些价钱比个宾店的当口更贵 所以现在很多家庭一般都是留在家自己住 尽量少出去吃 穷的家庭就更加惨了, 要省着洗 幸好现在政府都有打算提高我们最低的薪金 提高到1500元一个月, 都比没有好 可能你们都没什么去街市买菜 不知道现在什么都起了价, 贵到离谱 人家说的, 吃米不吃米价 真是很遗憾 这个疫情不单止令很多人失业, 兼加散人亡 它都令全世界在这30年来通货膨胀升到最高 我们马来西亚都算好少少, 事关我们的政府都有控制一些必需用品的价钱 连电邮都有补贴, 都算是这样的了 我们来做一个比喻, 平均来说, 我们的北室一公斤菜心是6.5元, 而香港是30元港币 看开点吧, 有人比我们更惨 希望这些价钱会正常回 但是我想, 都是有上无落的了 好了, 进回正题 但是, 这一集我就要去甲洞, 来满足一些粉丝的要求 他们说我经常介绍巴塔铃, 为什么不采访一下吉隆波的传统食区 举例, 部种, 超拉, 旧霸生露, 和甲洞等等 难道只是巴塔铃自有正食吗 其实, 我都有采访过这几个区的美食 但是就未做单一一个区的美食介绍 请你们给点耐心, 给机会我一个一个来 今集我就从甲洞开始先了 其实甲洞是马来西亚其中一个最老的华人新村 从1860年开始 一般马来西亚的华人村都是由采石礦开始的 当然甲洞都不是例外 以前甲洞业阿来是控制整个吉隆波的石礦市场 而且他对甲洞的石礦场是特别关注的 所以他邀请了他维修的皇亲角色过来这里做石礦 正所谓肥水不留别人田 怪不得今天在甲洞都有住很多性业的客家朋友 那甲洞的马来名又是怎样来的呢 甲洞的意思是包围 因为甲洞的而且是被山岭包围住 其实甲洞是在吉隆波和雪文娥的界线中间 多得英国政府在甲洞极力发展橡胶业 鼓励那些华人改行放弃石礦业市来做橡胶业 事关那时石礦的价钱都衰退了 原来英国政府的目标是要将他们一望打尽 集中他们留在这个新村 不说你不知道 其实以前这里都是属于一个山顶佬的聚集区 即是共产党 幸好今天甲洞都发展成为一个很成功的商业区 他们都拥有KL最高级的住宅区 举例Nesa Park City和Metro Prima等等 今天我就约了一位在甲洞住了35年的亲戚 何小姐为我带路来尋找这个区一些正的美食 虽然我们不是逐渐逐渐来做介绍 只是来这个街市给你感受一下夹动的饮食文化 这个街市是位于Jalambang 它都经营了五十年 以前是有些吵架 一落大雨就水浸 因为这里的坑渠都失去了 经过政府整修之后都干净其理了 而且行都改到阔很多 这里的泊车位就有点头痛了 所以是要早点来的 这个街市真的什么都有得买 特别是一些传统的华人用品 举例这个药材档比银店更讲究 有些产品我在广州才找得到 这里也有得买 说到卖菜就超方便了 比一般的超市更齐全 市民你在超市可以买得到 这么肥的豆角煮通菜吗 不用说它们的肉类 新鲜又多选择 这里的干粮种类 更丰富过习博普天 说到食的方面 你能够想到的 几乎什么都可以选择 无论是餐厅或是小饭 最怕你眼阔肚窄 真是包罗万有 你不妨这个周末过来体验一下 记得要带多些环保袋来装饭 兼且留个空套来吃东西 如果你喜欢这条片 就给个like我分享下 如果未曾订阅的 就麻烦你订阅啦 多谢你 现在排名没分先后 我们来甲冬街市 找最正的美食啦 今天为着要吃得舒服一点 所以就选了这个 泰士旅途这间三任美食中心 这个food court 只是做了几年 以前是做过超市和气院 这个食堂都算很干净又企理 而且都有自己的停车场 这里都有十几档美食 根据何小姐每一档都有水平 一般都有几十年的饮食经验 用车猪肠粉羊豆腐 这位用车做了猪肠粉 都有三十一年 以前是在星光摆当 他提供的猪肠粉 都有很多口味 举例有安顺猪肠粉 金保虾米猪肠粉 和咖喱肠粉等等 以前他的猪肠粉是自己制造的 现在就和厂过马 我们看到他的羊料都很开胃 那何小姐就买回一碟试一下 他的酱汁都很好味 料又新鲜 真是实食没痴牙 撞完猪肠粉 这位美女许小姐从远远就认得我 所以是很乐意让我做采访 他和他的老公做饮食都不算久 但也吸引很多熟客 其实三间装猪肉丸粉 只是他们的猪排粉 可惜烧腸都卖了 那许小姐就建议我吃他们的猪肉粉 也是很受欢迎的 这碗猪肉粉果然好吃 那些汤煮得很滑又鲜甜 一点都没有味精的感觉 料丰富又新鲜 一流 明记雅煲鸡饭 这档雅煲鸡饭 是由早上10点半熄热 如果和其他档口比 是硬一点 胜利这两夫妇做雅煲鸡饭 都有30年的经验 我问李太 好吃的雅煲鸡饭 有什么秘诀 他说一般是靠鸡肉醃得好 而煲的时间就不可以急 是要25分钟 否则就吃到三米了 当然了 那些料是要给足 不可以寒寒酸酸 我打包回去吃到都很满意 大煲夹好吃 三饭美食中心的茶水档 这里这么多档美食 又怎可以少得一档茶水 我来采访这个档主 问他贵姓 他很风趣说他姓燕 是借燕的燕 是很少人姓 他这档茶水都算新 只是做了两年 他们提供都是一般的茶水 又冬又热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叫咖啡 顺便叫Rodivaca 咖啡冰都不错 我喝到浓浓的咖啡味 可惜烧面包就一般了 因为是用Margarine 三饭美食中心的云吞面 吉隆坡人是有点可爱 说吃云吞面 但是的意思是干拌云吞面 除非你说到明要煮水云吞面 这个老板娘都很有进取心 在这个食堂都开了两个档口 一档云吞面 另外一档奔成茶具雕 这个员工只是做了四个月 但是都拌到面很入味 他们的面爽口又大牙 叉烧和云吞都很正 怪不得我们的妹妹都吃到赞不绝口 黄师傅小炒 这档小炒都挺夸张 从我们进来两个小时 都没有看到他停过手 所以根本都没有机会访问他 虽然我不知道黄师傅 拿了锅铲有多久 但是看到他炒出来的美食都很吸引 他们有提供炒福建面炒饭 和这个招牌港府烟药 老实说 要在吉林坡 找到好吃的福建面是很容易 但是要吃到正的炒烟药就难了 这碟粉的锅器是一流 很久没吃过这么正的港府炒 三任美食中心的集饭 在这个美食堂的门口 就是这档集饭 很奇怪 有七成人吃集饭 一般都是打包回去吃 可能你不想那么尴尬 被人看到你铺到的菜 整座山那么高挂 圣王这家人做集饭 都有三十年的经验 这位王阿姨说 他们是做街坊生意 所以只是提供不超过二十五种菜 他们的菜都很新鲜 绝对没有夹饭 我今天都不是例外 都是要打包回去 吃到都很满意 唐姬海流茶室 我们现在来开甲洞街市 来到唐姬个B店 因为刚才吃不到美好的笑面包 何小姐不想我离开甲洞 吃到不够厚 那就带我来这里了 其实我做个B店介绍那一集 都想采访他们 可惜那时候他们就没有糖色 今天看见这间唐姬海流茶室 也有点突然 因为他们一点都不像 传统海流的个B店 做到很商业化 还很先进 这里还有放了很多美食当 喝过这杯个B冰 都很满意 有香浓的咖啡味 这个烧面包真的没得顶 厚厚的牛油 和滑滑的咖喱 果然名不虚传 这个滑鸡粥 很不错 一点都没有介绍错